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嫩绿惊奇的活动呢 即将开始咯 那究竟在这个活动有哪些地方我们该注意 以及哪些宝可梦我们可以做捕抓呢 都在今天的影片呢 跟大家做个分享咯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的话呢 这个嫩绿惊奇的活动的时间呢 是在3月21号星期四的早上10点 一路到3月25号的星期一晚上8点 那在这个嫩绿惊奇活动呢 其实最主要特别的 就是它的这个特殊调查 那这个特殊调查呢 是需要特金的 那它的金额呢 是7.99美金 那台币大概是240-250左右 那这个特殊调查呢 可以干嘛 它就是可以预见这个萨路德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购买这个密林流氓的 这个特殊调查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遇到这个萨路德 那萨路德究竟我们值不值得 花这个7.99美金 台币大概240-250块 来做购买呢 我们来看一下 萨路德呢 它其实是属于第一属性 是二属性 那第二属性是草属性的哦 那排名的话呢 二属性是排在第14的这个位置 草属性的话呢 是排在第4 诶 感觉好像都是前段班 对不对 但是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隐忧哦 由于它这个 遭遇到萨路德的机会 不是可以狂抓猛抓嘛 顶多可能就给你抓一次 所以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个 IV100的这个萨路德的话 那你的这个属性排名呢 就不会是排在第14 也不会再排在第4了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萨路德在PVP的这个表现哦 那如果说在这个PVP的这个高级联盟的话呢 萨路德排名不是那么好 大概是326名哦 推荐的一般招式呢 是藤边 搭配的特殊招式呢 是二支波动 搭配这个强力鞭打 那如果说在大师联盟的话 萨路德其实是还蛮堪用的哦 他排名是排到第27名 那一般招式呢 推荐使用是藤边 特殊招式呢 也是二支波动 搭配这个强力鞭打 但这边一样哦 因为大师联盟的话 其实就是要拼IV100 15 15 15的这个萨路德 那由于这次特殊调查呢 也不是让你可以狂抓猛抓这个萨路德 所以如果说你要用这个券 然后去拼到一个非常高IV的话 其实就会很看这个运气哦 所以到这边的话 大家应该就会有一点心理的感觉 到底有没有需要购买哦 大家应该心理就有一般的词啦 那当然呢 这个特殊调查 不是只有这个萨路德的这个捕抓啊 他这个特殊调查的奖励呢 还包含这个两张特殊对战入场券 还有六个银色的黄鲤果 五个生金糖果 以及一个熏香哦 呃 大家自己评估一下哦 话就说到这边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有今天有购买这个特殊调查的话哦 还有其他的一个特别的奖励 哦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期间的话呢 熏香能够吸引到的这个宝可梦呢 可以增加 那特别的呢 是持有这个入场券的这个玩家哦 你在活动的时间呢 如果使用熏香的话呢 下列宝可梦会出现会提高哦 那分别就是在欧洲中东非洲地区的话呢 花贝贝红花的版本哦 出现几率会提高 那如果说我们是亚太地区的话 那就是花贝贝的兰花版本呢 会出现几率提高 那美洲地区的话呢就是黄花的版本啦 那不论是身处在哪一区的话呢 都有机会可以遇到花贝贝的白花 还有花贝贝的这个橙花哦 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使用熏香的话 还有特别有机会可能遇到这个 冷水猴花野猴爆香猴猛猛猛还有带着花式的木棉球还有索罗亚 那以上这些宝可梦呢都是有开放异色色围的哦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特别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呢就在这一次的这个嫩绿惊奇的活动 其实首度登场也是有相关首度登场的宝可梦啦 那首度登场的宝可梦呢就是带着花式的这个木棉球 还有带着花式的这个蜂妖精哦 那使用50颗的这个木棉球的糖果和日之石呢 就可以让带着花式的这个木棉球 进化成这个带着花式的蜂妖精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宝可梦呢算蛮可爱的 但是实用性呢 可能在超级联盟可能是有机会可以派上幼场哦 那其他的一个部分的话大家就自己斟酌 那异色的话呢也可以把它抓起来 不知道看到这边你觉得如何呢 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动动手指订阅起来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的频道现在有新增会员集聚 赶紧加入会员支持我创作更多攻略相关内容哦 在野外的话呢花贝贝也是有分相关地区的 分别在欧洲中东跟非洲地区的话是红花 亚太地区的话是兰花 那如果美洲地区的话呢就是黄花 那除了这三个花呢还有机会野外可以遇到 妙花种子 走路草 蔓藤怪 剑子草 土狼犬 长笔叶 蘑菇 带着花式的木棉球 还有花贝贝 白花跟花贝贝 橙花 萌某 花椰猴 爆香猴 冷水猴 索罗亚 以上这些宝可梦呢 全部都是有开放异色色違 那这个地图上可以预见的宝可梦呢 有没有需要购买券才可以做捕捉仪 目前官方的说法呢 是应该不用哦 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购买那个特殊调查的券的话 基本上在活动的能力惊奇的这个时间点呢 地图上就是可以遇到这些宝可梦哦 另外的话呢就是在田野调查的这个部分啦 田野调查的部分呢可以遇到的是有六尾 文香蝌蚪 玛丽露 熔岩球 带着花式的木棉球 花椰猴 爆香猴 还有冷水猴 一样以上这些宝可梦呢 全部都是有开放异色色違的哦 那在这个活动的期间的话呢 官方也会推出特别的这个收藏家挑战 那完成这个收藏家挑战的时候就可以获得到星星沙子 经验值以及带着花式木棉球的相遇机会哦 那当然呢在这个宝可梦的补给站的选秀会呢 也会是以相关的主题宝可梦为主 那这边很重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哦 现在的选秀会如果你有获得100次第一名的话呢 你就可以遇到博士比卡丘了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有动力 想要参与这个宝可梦的这个选秀会了 那同时的话呢 由于这个热绿经济的期间 一样是在我们目前这个惊奇多多的季节嘛 所以相关的季节奖励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跟好友一起参加团体战的话呢 宝可梦的造成的伤害会增加 每天旋转道馆转盘的时候呢 可以额外获得一张免费团体战券 所以一天可以打两场的团体战哦 然后一星三星团体战还有暗影团体战的时候 获胜的时候呢经验值会增加 那这个活动期间呢 刚好介于在这个3月21号到4月4号 所以会登场的宝可梦就是我们的卡扑叠叠哦 那这个也是有开放异色色围的哦 同时在超级团体战的部分呢 从我们这个超级搬家的时候会改成这个超级妙蛙花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没有买卷去抓这个杀戮的话 没关系你可能可以抓这个超级妙蛙花 因为超级妙蛙花呢 其实也是草戏还不错的这个宝可梦啦 接下来的话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之后可能陆续会登场的活动有哪些 3月27号到3月31号呢 会有火箭队的这个占领活动 那这火箭队的这个占领活动呢 当然就是火箭队的相关的这个登场机率会提高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哦 3月重头戏就是在3月30号跟3月31号 我们的暗影超梦要回归 而且这回归呢是两天 所以这两天我们一定要给他抓好抓满哦 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这一次任律惊奇的相关解析跟相关内容啦 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个活动的想法是怎么样呢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呢 以及你们会不会去购买相关的这个特殊调查呢 以及买的人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打加油 那我个人觉得啦 这个活动的期间其实蛮值得抓的一只宝可梦呢 就是我们的超级妙娃花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的这个超级妙娃花能量还不够的话 记得再打这个超级团体 当然是可以把这个能量再给他浓起来哦 那谢谢你看到这边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大家拜拜